哎 您看今天咱这主题啊 长亮人 刚才看这么多节目 咱这长亮人 别说长亮人 正常人都没有 对 还真是这样 真的 我们这最长亮 即便您往这看 赵老师 倒是还行 这发型就是我们这最长亮的 真的 因为跟那位拼的 陈景川老师再努力三年追上他 不用三年 两年半差不多 是吗 长亮人 这长亮人定义我觉得有很多 您给说一说 比如像什么这个 做事直率 仗义直言 对了 这都算 还有像什么这个 心胸宽广 心境开阔 这都包括 这也都算 不满您说啊 我啊 就是一个 factory light people 你是什么 factory light people 什么意思 factory 不不不不 我不是耳背 听得见 没听没明白这意思 不明白 啊 factory什么意思 工厂 light 亮 people 人 连起来 常亮人 您这么个常亮人呢 您这外语简直的 哈哈哈哈 别乐别乐 别乐 把您这性格给大伙介绍一下吧 这不昨天吗 啊 咱俩来进我们单位啊 办公室 空无一人 走 看前面那儿啊 放个煎饼果子 早点 早点 啊 这怎么不吃呢 人家一会儿吃 你管得着吗 晾凉了怎么办 晾凉人在热上 你管呢 里面有地勾油呢 现在呀 也没有用地勾油的了 不行 不行 啊 我常亮人 嗯 我得为同事的健康负责 那你怎么负责啊 抗周 没有人就我一个啊 啊 赶紧 进走两步 拿过来 他这进食速度还够快的 面酱搁的少点 别挑了 还挑面酱 你就不怕地勾油了 我吃的不是地勾油 啊 我吃的是财富自由 别拽着词了 财富自由了 真是的 哎 一会儿回来了 嗯 看看这兜 啊 他看看我 物理就他自己吗 哎 满脸堆笑啊 不是没啊 不是没啊 哎 那赞美我那词 他都想不出来 还赞美你 谁憋着牙缝 得想起 赞美我的词 怎么说的 咱们不唱死你呢 那是赞美你 人家不乐意了 哎 就因为我这性格啊 我这同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 什么外号 说我是这个 自来室的弟弟 怎么讲啊 自来室 哎 太合乎他这人格了 哈哈哈哈 别乐了 行了 这人听不出好类话了 你看 那是大伙腻呗你 腻呗我干嘛 对了 不就一套歼命国的嘛 啊 一下捞再买这趟不完 让人家买 那咱单位捞层也不高 多少层啊 18层 那人家去一趟也麻烦 你就下去买一趟 有这会儿工作都完事 多省事 你是省事 人家可麻烦了 你看 你看 这不常量 这就 这就常量了 哎 一会儿 看这表啊 嗯 11点半 嗯 奔12点了 到中午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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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学什么了 翻得烂吃 翻点烂的吃 你找点瘦的吃 翻得烂吃 我这叫秘师呢 知道吗 不定谁的午饭又要倒霉 哎呀 你说以前这帮人啊 都订外卖 嗯 在单位吃 嗯 最近怎么都跑外面吃 对 人家那是防着你了 哎 哎 尤其前面那太可恨了 啊 就你偷人见面过的那个 买个汉堡 中午蹲厕所吃了 都让他偷怕 你说这 这通师们怎么就 没有那个热情的呢 对 那怎么热情啊 大中午你看我这没吃饭 你 你弄八个菜 嗯 四凉四热 烫壶好酒 嗯 端跟前一鞠躬 你来这个 凭什么呀 啊 凭什么人管得着你 没那够意思的 我告诉你 没有您这样 哎呦 哎 一下我都没活 嗯 快下班了 啊 活来了 怎么 我们主管来了 哦 让我给做个这报表 那你给人做呀 做报表是不费劲 啊 你不得给他打印出来 那你打去呀 到打印机 没纸了 没纸那好办 谁负责办公用品 你问他要 我找他要了 嗯 他跟我说了 哎呦 这四老不好意思 咱这个纸都用完了 我们找人买去了 一会就回来 您稍等一会 那你就等一会 等会 啊 凭什么我等 但我下班 你给加班费吗 我管得着吗 对不对 再说他那跟天有纸 他就不给我 那不对了 有你问他为什么不给 我问他了 哎呦 孙老不好意思 刚这个小刘啊 预约完了啊 他这出去办点事 一会就回来 您稍等会 哎呀 要我说买个东西 没多大功夫 你坐那等会 等会 平成我等 等也得让小刘等 那你怎么让小刘等啊 你啥呀 啊 小刘背地里说你那话 你还给他溜东西 不是 他 他说我什么了 人家有矛盾 没有矛盾 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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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那话 哎呦 他说我什么了 哦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那算了 但我没说了 别别 说了 你知了 您给我说 他说什么 您给我说 我不能说 你说说说 我说我怕你生气 您说我不生气 我说我怕你着急 都是同事 着什么急啊 啊 我保证不着急 真不着急 真不着急 他说呀 他说你有俩爸爸 你操这俩爸爸 急了 急了 这怎么说话 你看看人家都俩爸爸 这纸你还给他溜着 啊 不对 小刘 这不给他溜着 这给给给您 您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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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忙完我就活 嗯 倒霉了啊 该着今天我值班 还回不了家 怎么 我们单位有规定啊 一个月 值一天班 值班 到夜里两点下班 哎呦 那下班时间可晚点 这倒没事啊 我们单位给预备这个 职工宿舍 嗯 可以去宿舍休息 方便你们 哎 忙活完了 两点下班啊 走 去职工宿舍 嗯 哎赵老师我问你啊 嗯 怎么着 您要是这个下的夜班 是不是也得刷个牙 洗个脸再睡觉 我不下夜班 也刷牙洗脸 对对对 基本的卫生习惯 哎 到我那个宿舍啊 把我那小柜门打开啊 空空如也 你买一套洗漱用品 放里边 什么门 洗漱用品 买一套洗漱用品 啊 One mouse one day 哎呀知道吗 什么意思 一个月一天哪 我靠你 你这英语外国人 不一定明媚吧 一月一天 我买那 喝 用的时候怎么办 就你看你没经验 嗯 他们那柜门 好些人都不锁 嗯 你就进去拿一套出来 拿人家 哎 拿套洗漱用品 鸡好了 哎 还燕了 这喊 哎 你太讲卫生了 人家发现怎么办呢 One mouse one day 别说这个 别说这个了 发现不了 再有 你啥呀 哎 拿来这压刷 看怎么 哎 跪门 这一拍啊 一拍啊 打开啊 打开啊 拿压膏 来 一个压膏挤一点 哎 一个压膏挤一点 一个压膏挤 哎 别闹了 哎 行行行 别填了 行 你塞不塞 哎 你看我这压刷 哎 跟那彩虹汤在的 人没羞没骚 哎 泡没人叫啊 哎 同志 同志同志 您等一下 嗯 您是什么拿我们东去呢 你被人发现了 听人玩 啊 发现了 赶紧 戴好口罩 墨头就跑 一边跑 我一边回头 一边跑 一边回头 嗯 一不留神 你 脚底一块大石头 呦 我咚 我就踩大石头上 好 哎呦 给我来恶虎扑石 嗯 笨地上我就去了 摔着就够你小歹 哎 不过太好了 我脑袋快到地那一瞬间 我一看我眼目前 万星 一片绿草地 也是块大石头 完了啊 这回脑袋泄滑了 哎呀 这个 我苏醒的时候啊 已经躺在这个 医务室里 那是大家伙啊 把你给救了 张大妈 一看我醒了 赶紧过来 嗯 醒了 来 喝点水缓缓吧 还关心他呢 不是小孙 我说你 嗯 你真醒 啊 平常总说自己是常量人 嗯 你办那事呢 有常量事吗 对 问题为这样的东西 你知道的吗 是 哪省不出来这点钱啊 这么大个 你寒沉不寒沉 人家张大妈说的对 嗯 你这叫往外糊涂 不往里糊涂 光让别人常量 自己竟占便宜 古人说 人不竖籍而自竖 这叫小人之道 懂吗 常量是没错 可是咱们每个人 都应该对大家敞开心怀 对自己严格要求 只要咱们每个人 都能心怀坦荡 严于利己宽以待人 咱们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世界就会充满阳光 是是您您说的是 我这哪呆呆呢 好好想想吧 进来个小朋友 那个叔叔叔 这是我们用那自己零花钱 给您买的 以后您就别拿人家的了 你说你丢人不丢人 哎呀 我看着这个小朋友 真诚的眼神 稚嫩的小手 哎呦 我这磕 我 哎呦 我这怎么办 哎呦 赶紧我一马来住他 我说小朋友 叔叔错了 叔叔以后再也不贪小便宜了 贵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厂家人 好 怎么办吧 你这边我留下了 可叔叔也绝对不能让你吃亏 那怎么办呢 把我偷这半瓶给你 还一样 好 谢谢